上当百年 七室大官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室大官 之前我们讲到蔡和森和向景余时 提到了共党高官从一开始建党就性关系混乱 而且乱到让我们正常人看着头晕的麻花状态 比如已经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树枝 先是和蔡和森的妻子向景余胡搞 后来又和罗逸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 向景余死后 他前夫蔡和森又夺了李立三的妻子李怡纯 罗逸农后来又夺了贺昌的妻子朱友伦 李怡纯则先后和杨开智 李立三和蔡和森仨仨人组成家庭过日子 还有 和朱德前妻 也就是朱敏的亲生母亲司通的那位 正是供出罗逸农的人 后来遭共党暗杀 怎么样 您如果还没晕 我很佩服您 我讲过一遍 都要晕第二次了 这么说吧 这些所谓马主义革命者之间的关系 要梳理清楚 真是个立即活儿 今天咱们再讲个故事 中共眼下不正在大搞百年贴金活动吗 咱也给它贴块狗皮膏药 助力信 看片前请列位看官 没订阅的先订个月 再点下小铃铛提醒有更新 没点赞的先赞一下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共党男女关系到底有多乱 咱不妨先看看网上这个段子 1937年 李克农担任共党八路军驻京办主任 负责领取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 医药 物资等 一次 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八路军的医药清单时 发现其中治疗花柳病的药品数量挺多 经办人员很吃惊 就问李克农 难道贵军中得这种病的人很多吗 老李医药知识很贫乏 一被问详情 顿时实话 尴尬过后脑筋一转 便向对方解释 我军使人民军队和群众关系如同雨水 卫生部门不但给指战员看病 也要给驻地的老百姓看病嘛 陕北经济落后 农村卫生条件差 群众中得病的不少 所以多报了些 李克农的解释 最后让国民政府经办人员信服了没有 不得而知 但我们肯定是不信的 因为老李说的农村卫生条件差 群众中得病的不少 一个得病这么模糊的糖色 就把普通病和性病混一块了 老李前辈混水摸鱼的功夫不愧是如今王沪宁们的楷模 所以才能把大量购买治疗花柳病的药品甩锅给老百姓 掩盖共军的性乱 成年人都知道 花柳病就是性病 是通过不洁的性关系引起的 是以至今一说某某寻花问柳 都是嫖娼素季的指代 当年陕西农村风气醇厚 观念保守的老百姓 连自身温饱都成问题 哪有精力钱财去大肆寻花问柳 然后性病流行呢 显然 老李同志牵抢的解释背后 隐藏的是延安共党共军 淫乱的内情 各位看官 咱们都知道 当今共党治下 众多大小官员满嘴马列主义 一肚子难道女昌 包情妇 杨小三 潜规则 性病泛滥的乱象 往前一看 都可以在当年的延安窑洞找到渊源 这个渊源的表现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共党乌托邦理想社会宣传的诱惑 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跑去共党盘踞地延安 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 人多了吗 住房就比较紧张 也没条件让结婚后的夫妇有单独居住的房间 因此奇葩规定来了 夫妻双方要在一起 鲜血申请 批了之后交费五毛团圆一次 别笑啊列位 那时候的五毛 可比现在五毛们挣一贴的五毛钱值钱多了啊 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 架不住人多性需求量大 所以每逢星期六小客栈总是客满 大家都心知肚明 到礼拜六了 延安共党也真会做买卖 当时马主义理论中最吸引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之一的 就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摒弃 即追求性解放 在马克思恩格斯打造的虚幻共产主义天堂里 妇女将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 生下小孩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交给社会抚养 吃饭有公共食堂 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 不再依赖男人 女人不再是男人的私有财产 真到那时候 家庭将逐渐消亡 婚姻的纽带也将松弛乃至解除 说的高大上一些 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将摆脱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束缚 说低丑俗些 就是男女关系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感情和意愿 再说白点 就是乱来 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然后呢 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爹妈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 苏俄十院政变之后 由此发展出了杯水主义 所谓杯水主义一言以蔽之 就是说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 就像喝杯水一样稀松平常 想换水就换水 只要不觉得杯子脏 中共成立后 对此全盘接受 无论在瑞金的苏区 还是延安时期 都流行杯水主义 也就是说 那时候的延安 男女做爱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样简单 自然 毫无顾忌 所以 陆水夫妻现象并不罕见 据说 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击 按现在网上寻话问柳的小青年的俗话说 就是约炮 也就是一个男的碰到一个女的 男的问一声 打个游击吧 女的说 好吧 俩人就钻早树林了 对这样的行为 当时被共党理论蛊惑的人并不以为耻 反而还觉得很时髦 更要命的是 共党高官首先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致使性关系紊乱的现象 自共党1921年成立后就成为常态 延安时期更是登峰造极 现在嘛 还用说吗 七世大官以后都会说到 咱狗皮膏药有的是 更让共党高官们耐不住情欲的是 年轻美貌的进步女性不断来到延安 于是 早已有七世的这帮匪首 以革命的名义发起了第一轮换七朝 最高匪首老毛首先抛弃了第三任女伴贺子珍 和来自上海的棒大官高手细子蓝萍 也就是改名为江青的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 在本台《中南火海》第34集里 我们已经讲了江青之前 和好几个共党干部和名人乱来的故事 但凭他细子的过人本领 还是俘获了性欲难耐的老毛 那个人称当代左王的邓丽群 当时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挨整之际 承虚而入 占有了李的年轻妻子范元珍 更令人发指的还有 共军将领黄克宫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 杀害陕北公学年仅16岁的女学生刘倩 这货事后还大言不惭的反乌人家小姑娘说 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列位 您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手里有敢破枪就用墙 杀了女孩子还泼脏水 叫她匪都高抬了这丝 前不久那几个轮流上了女府警的条子 反乌女孩诈骗 难说不是从这些早期匪首那儿遗传的 下面再说个故事 2013年中国作家鲁职人在香港动向杂志上披露 根据原外交学院院长陈新仁的回忆录得知 共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凯峰也是个第三者 曾经横刀夺爱破坏他人家庭婚姻 抢占其他革命干部的妻子 细节是这样的 奋经陈新仁 1933年在北平参加左联 主编机关刊物《理论与创作》 1934年又去日本编杂志 1935年与妻子房继在东京结婚的 一年后生下了女儿阿英 当年陈新仁20岁 房继17岁 抗战爆发后陈新仁回国到新四军任职 房继则到西北大后方的保机工作 分别三四年的时间里 陈新仁也接到过女方的四五方来信 但一直没能实现把房继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 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恕时突然找陈新仁谈话 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劝他另外结婚 并支支吾吾的说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 小陈当时觉得十分可笑 自己是已经有欺世的人了 组织不是已经承诺要调房计来军部工作了吗 怎么还提什么另外结婚呢 饶恕时一看他不开窍 只好直接了当的说 现在改名王倩的房继 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 这个他就是凯峰 到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 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 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 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 如今目已成舟了 听到这反话 陈新仁才知道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家庭发生了婚变 悲愤之下他表示相当不理解此事 然而就在和饶恕时谈话之后 陈新仁收到了一封地址为 陕西新华书店 转和凯峰交王倩的信 信后面的署名是王倩 信里简单写着几句话 别来数年不知音讯 相见无期 请另觅伴侣 擅自真摄 那么这个凯峰又是什么货色呢 可不是个小人物 原名何克全 又名何凯峰 曾任共党政治局委员兼团中央书记 就是如今胡春华当过的那个角色 接到这封信后 陈新仁才清楚的断定 那个改名换姓的房记 已经攀了高枝了 后来他又慢慢得知 凯书记占夺他老婆房记的同时 还抛弃了与自己同甘共苦 出身农民的发妻廖四光 而廖女竟然是被凯峰下命令 让警卫员赶出家门的 估计当时廖女肯定也是坚持不从命 才遭此下场 这真是个突然沦为小三入主 郑公娘娘被抛弃的真实范例 这位廖女之所以委屈 咱一看她阅历就清楚了 在共军北上逃跑的所谓长征中 仅有的34名女共军 廖四光就在其中 她和何凯峰也是经历长征的26对夫妻中的一对 为了追随老何 曾经先后丢失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为了新欢能这样残酷对待患难与共的发妻 你也就知道共党高官有多冷血 当然这位女共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延安时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写了回忆录 一个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其中闹离婚闹出流血事件一节里这么记书的 凯峰的妻子廖四光高大健壮 被人私下里叫穆桂英 王倩则深矮体胖 向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 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 文静高雅 王倩作为中宣部研究员是何凯峰手下 他钦佩老何的经历和学识 再加上俩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 遂日久生情 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廖四光发现隐情便与老何越吵越厉害 列位高潮来了 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着一把短刀 怒气冲冲的走上杨家陵 推开何凯峰的窑洞木门 此时王倩和凯峰两人正在里面 干啥 书里没说 就听凯峰问 你干啥来了 廖四光大喊 来杀你的 把你们俩都杀了 说着挥刀刺向王倩 凯峰瘦弱 也没有搏斗经验啊 这个老何这叫英雄救美 挺身护着王倩 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 木贵英一下抽出短刀 老何的手掌立马被隔开一道长长的伤口 鲜血之流啊 到此李耀宇回忆 后来凯峰与王倩在杨家岭结婚 婚礼十分冷清 无人前去入货 王倩就这样扫眉大眼的悄悄搬进了老何的窑洞 故事还没结束啊 后来 风流成姓的何书记又抛弃了小三房纪 据房纪前夫陈新仁书中回忆 文革期间 陈从外交学院造反派专门设置的专案组成员口中得知 凯峰后来又有了新欢 为了再取新欢而抛弃王倩的时候 还曾经散布过房纪已经死亡的谎言 那么 此时的房纪在哪儿 据查 已被老何孤零零的抛弃在关外沈阳 而且成了精神病患者 您想这下场 换谁也得神经是吧 文革期间 专案组成员去找他询问前夫陈新仁的历史情况 他两眼直视前方 旁若无人的说 是共产党派来的吗 我准备去开党代会去了 房纪后来得了癌症 死于1971年4月 死时刚过52岁 房纪去世时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在当地居委会和邻人的帮助下 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各位看官 您信天命报应吗 房女的短暂一生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个写照 陈新仁比他前期房纪还多活了34年 2005年去世后 身后出版了43万字的陈新仁回忆录 以上淫乱 婚变 密新什么的 不少是出自他回忆录的记载 而且是共党人民网转载的 据说当年延安的窑洞几乎天天晚上开舞会 一棒在领导身边的都是要求进步的女青年 正因为延安时期的这种做派 王十位丁玲来到延安后写下了《野百合花》 《三八街有感》等作品 抨击延安的《一分三色十分五等》 《歌转玉堂春》《五回金莲部》等乱象 王丁二人也因此哀咒 说到这里 您就可以理解 在这么淫乱的延安共党上下 为何八路军要买那么多治花柳病的药品了吧 故事讲完了 常看我们节目的老乡都认同一点 淫乱是共党基因之一 从成立那天至今 他杀人不停 淫乱不止 并非偶然 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 对男中女真的传统道德抱着一种天然的反感 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 奸巫女仆 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 恩格斯则与两姐妹同居 苏共党魁列宁与伊内莎保有十年的婚外情 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 老列还喜欢嫖妓并且染上了眉毒 他的后任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 霸占他人妻子什么的 继承了如此基因的中共党魁和党人 淫乱成风就不奇怪了 都知道老毛一生私生活糜烂 换妻频繁 到晚年还妻妾成群 江泽民和宋祖英公开淫乱也是中共国人尽皆知的丑闻吧 这也带动了大量共党高官包养情妇纵情声色 由这等货色组成的共党管制中国 全社会淫风泛滥 道德败坏 娼妓遍地 也就不难解释了 我们可以断言 马主义不除 共党不灭 中国社会将毫无希望可言 各位看官 离座前恭请订阅 点赞 敲响小铃铛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集再见 小铃铛